在右上的這邊有一個選項 文件設定 假如說你不是繁體中文的話 可能是英文 請你把它找到中文繁體 再做一個設定就可以 這個地方最後按一個儲存 它就會把你這個文件的格式 用中文繁體的方式做儲存 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語系的設定部分 接下來進到我們的同樣的檔案 如果說今天我要在上面編輯怎麼做呢 剛剛是直接怎麼樣 fx 只有你找到這裡面有fx 那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有一幾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直接輸入 因為我試過了 從這邊有個更多 但是它沒有辦法直接加進來 所以它的缺點是怎麼樣 缺點就是你要自己手動key 那其實也還好 第一個呢 請你輸入等號 如果你有這個 使用Excel的經驗一樣 if 只是自己要加個等於 等於if 後面的話呢 它也會告訴你它的規則 if 然後測試接受 那接下來刮虎自己要打 條件的話呢 那就是它這個條件 這個就是條件 點了一下呢 它自動會加一個12 大於等於什麼呢 大於等於60 記得自己按一個逗點 逗點就是第二個參數的意思 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呢 第二個參數呢 就是如果條件是true的話呢 那這邊就輸入合格兩個字 所以這裡的話 你請你輸一個 記得要把那個雙引號加上去 然後打上一個合格 合格 反制的話呢 就是不合格 那最後加一個 再加一個逗點 記得是單 這個是應該是半型的 那這邊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不合格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把它先copy 直接加一個不合格 那最後記得 再一個刮虎 後刮虎 好了以後的話呢 直接按一個enter 好 有沒有 它就跳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置中的話 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對齊方式 置中 這個才對 它有一個 這個是垂直的 這個是水平的 點這個就好 然後往下 往下填滿 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 好了 出來了 一模一樣嘛 差別就是說呢 在一次要感覺 會有一個視窗跳出來 那在這裡 你必須要自己key 自己key 這裡我想你們試試看 感覺一下 為什麼不一樣 來